我是一条汉子 也是汉子他爹 做出了决定 咱们就不这样 好不好 外冷内热 那肯定是遗传的 没有 我帮你拿 你拿石 下锅的时候 脑袋绕着切子 心里有案 就要说出来 干得好 这一次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优秀的 大家好 我是胡骏 我在明星说 本视频由金龙鱼1比1比1提供赞助 湖南卫视我跟你说 他不作不行他 你知道吗 他非得要这样 甚至我们都觉得有什么意思 怎么怎么知道的 我们觉得 比如说孩子给父亲化妆 画成那样 可后来他们都不好意思拿上去播了 那做的是太厉害了 还让大象选美女什么的 我们这帮人 穿着女爱衣服 画成那样 又把大象吓跑了不错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挺不高兴的 但没想到康儿 拿起了化妆品他就特别高兴了 我就知道完了 这孩子报仇的机会到了 属于这种在我脸上 这顿造 您知道吗 这么粗 这么一长管的底色 人家就低 弄一点嘛 平时弄 他整整一管全在我脸上 简直是弄的吧 反正到最后 已然如此了 那就破坡破摔呗 就属于 反而就没事了 我跟康儿有一个特别牛的状态 我跟康康两个人 从要食材到做饭 就是我们两个人 12个人做饭 一桌子的菜 要食材他太厉害了 就是你做的东西菜的时候 坏了 咱们没弄 没有葱怎么办 然后说你倒啊 我烫 他就走了 到人老农家弟弟 八七根葱就回来了 就属于这种 对对对 老乡家那把葱一把 爸 他说不够 又回去 咱们拿一个油炸馒头怎么样 好 儿子拿来馒头 咱们就不做那个什么了 切笋切得好薄 绿的是绿的 黄是黄的 然后黄中带红 就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有点白爽劳心 确实有点不知道 从哪入手 慢慢慢慢 后来我也觉得做饭 怎么回事 只是做的好与不好的问题 最重要的 我现在明白了 哦 你刷锅那个水啊 先给它烧干了 再往里放油 如果里面有一点点水一放油 那就往外蹦 啪 以前我哪懂这种东西 我喜欢康哥 我是康康哥的好吃的 来 别打穿的一样 别打穿的 你看颜色都一样太棒了 开始诺依 啊 弄着康哥的脸 扭来扭去什么 我在旁边我说 呦 这孩子下手太重了 哈哈 但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诺依他自动 自己表达的那种 那种喜欢啊 爱啊 什么之类的 搂着你必须得搂紧了以后 他才过瘾 就那种感觉的东西 但是康康表现就永远 让弟弟随位嘛 那反而让我觉得 呦 康康他在这方面 还是比较懂事 甚至在这方面 比我要淡 我觉得也挺自豪的 因为确实我们两个人 演了一部 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 这种作品 至于别人对 对我们俩的这种 各种的幻想啊 各种的猜想啊 各种的猜想啊 谢谢大家 以前从来没有过 就算你太 États cares 年代儿回家 点员 可能英语 小国 小国 我们学院 小景 我要导致 我能看着哪 我拿 because my reflection 停的时候 了 我也发现了儿子身上有很多 以前我没有发现过的一些特质 其实我的儿子说话并不懂 比如说很多人说爸爸我爱你什么之类的 从他嘴里出来我觉得世界很艰难的事情 我儿子最重要的是他是行动 他会去做 他会去通过自己的态度 通过自己的情绪去表露 去表现很少去表白 现在都聊到什么高冷 什么康总什么的 其实他的高冷 其实他是在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之下 他就是天生而来的有男子汉的东西 我哭不愿让人家看见 就算我忍不住哭我也要找一个理由 比如说我眼睛迷了什么什么之类好险 反正他就是孩子嘛 他就会给自己找这种理由 他不是那种非常鲁莽的孩子 前我就觉得就像我说的 男孩子要求养女孩子要富养一样 那种感觉 男孩子嘛就是 你很多东西你都会理解的 还是我拿自己的心智衡量了孩子 其实孩子很多东西他还是很在乎的 他跟他姐太好了 所以说他根本 我觉得他根本不可能吃他姐的醋 他看了每次看完节目以后 第一时间的肯定 说爸爸你看多好啊 你上这节目 多好啊你跟弟弟之间的那种互动 多感人的多好啊 在家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派手肩膀努力啊继续努力 呵呵呵 橘子跟牛奶还有橙子跟牛奶 坚决不能在一起 肚子里会结晶 牛奶和巧克力可以一起吃吗 不可以 以下哪种食物能有效促进钙的吸收 A 蘑菇 B 可乐 C 咖啡 D 东坡肘子 蘑菇 金龙鱼专家提醒各位 纯的植物油 例如菜籽油 大豆油 橄榄油等 它们的脂肪酸组成在一个固定的范围 吃有助于脂肪酸均衡的食用油 更有助于身体健康 而金龙鱼黄金比例食用调和油 是依据最新的 中国营养参考摄入量 通过严格的科学计算得出的 所以 选用脂肪酸均衡的调和油产品 可以快捷方便的帮助您达到人体脂肪酸的均衡摄入 来优酷土豆看明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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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父子黄金党 为父子黄金党 献爱加油 为父子黄金党献爱加油 祝天下的小朋友们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身体健康 李永健 他说因为他很少陪孩子 他没想到孩子会有这么多想法 或者这么大变化 这挺促动的 叶还可以 我觉得他比较逗 看小孩还挺帅 说话也挺逗的 那个胖猪猪的那一个 我要吃这个 我要吃那个 还要吃西瓜 什么包梦 康康 叠被子 叠的那种单子 整整齐齐的 几个爸爸当中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对小孩 特别的去理解他心里面想什么 其实这一点我们还做得不够 做得不够 做得不够 谢谢大家 我们下降